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结束新冠疫情紧急状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双调 今年全球GDP增长预测至2.9% 法国爆发第二波大罢工 反对退休改革计划 我们参加了星岛青山小姐选举 认知了很多好朋友 增加了自信心和舞台经验 锻炼了仪态和谈吐 参与了不同的社区活动 回馈社会 欢迎你们也来参加 大家好 欢迎收看星电视新闻 我是关文鱼 大事小事身边是 星岛与你紧贴时事 今天是美西加州时间1月31号 先来关注今天的投资新闻 美国中部和南部地区 受冬季风暴影响 遭遇冰冻降雪或者预雪天气 有地方要暂时关闭道路和学校 从新墨西哥州 对西维珍利亚州 超过4000万人收到 包括道路、结兵等各种形式的冬季天气警暴 气象局说 除了影响交通 冰冻天气亦可能造成停电 根据预测 德州因为道路或其他设施结兵所受的影响就最大 肯塔基、奥克拉河马、阿肯息、墨西西比和田纳西州 部分地区亦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德州近1000个航班取消 由德州通过阿肯息州的州制公路交通 陷入停顿 另外 田纳西州曼菲斯非裔男子 遭警察嘔打致死的案件 有第七名白人警员遭到停职 和内部调查处分 但当局并未公开声明以及详情 三名当日到场的救护员和消防队员 一位未尽力抢救尼科尔斯而被辞退 最初逮捕五位非裔警员 并起诉谋杀 之后相计再处分两位白人警员 但并未对两人进行逮捕 此举遭到尼科尔斯的家人质疑 认为非裔警员未获得和白人相同的司法待遇 另一方面 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告知国会 总统拜登 并将于5月11日结束新冠疫情的紧急状态令 包括国家卫生紧急状态和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前总统特朗普于2020年1月 因应疫情颁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之后多次延长 以便联邦政府整合资源应对疫情 包括向国民提供免费检测 疫苗接种和治疗 两项紧急状态命令将分别于3月和4月到期 白公表示 拜登会再将命令延长至今年5月11日 之后计划结束这两项紧急状态 而代表纽约选区的联邦众议员桑托斯 日前涉嫌在自己的种族身份和宗教信仰方面造假 声称自己是犹太的后裔 但曾经拿纳税领袖希特勒开玩笑 桑托斯今天在一个闭门会议上 告知他的共和党人员 因为针对他的审查仍然继续 他将不会出任任何众议院小组委员会 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 将其分配到众议院小企业委员会 和科学、台控以及技术委员会 另外CDC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2021年有366万名婴儿出生 比2020年增加1% 达到每1,000名育龄的妇女生育56.3个婴儿 自2014年以来首次出现出生人数增长 2014年至2019年期间 出生率平均每年下降1% 2019年至2020年下降4% 皮油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 近年出生人数下降 在公共卫生和经济不确定性 出生人数增加可能是疫情过后的反效果 另外,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已经针对电动汽车製造商Tesla 展开多项调查 指两个驾驶员 辅助系统和全自动驾驶存在问题 司法部已经要求Tesla 提供自动驾驶 可以与全自动驾驶功能相关的文件 根据一份监管文件显示 Tesla在使用全自动驾驶系统时 很多情况下都可能会出错 甚至总裁马斯克都承认这一点 Tesla表示 如果政府决定采取执法行动 可能对业务产生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 美国佛罗里达州 于当地时间 昨日下午3点43分发生枪击事件 4名枪手从行驶中的车辆 向两边街道开场 造成10人受伤 当中两人情况危态 当地警方尚未逮捕任何疑犯 该案是针对性攻击 警方表示 现场发现戴麻 事发时应该有人翻收戴麻 街道两边都聚集人群 另一方面 底特律警方表示 三名当地的雪唱歌手 28岁的海利 31岁的威客 31岁的金文斯 于1月21日失踪 密杰根州多间机构介入调查 三名歌手正要为当地的一间俱乐部演出 因为突然失踪演出被取消 警方表示三人的手机到1月22日的凌晨 全部都是停止活动 1月23日找到其中一名失踪歌手的车 到1月27日有关失踪的讯息在媒体上流传 要下转转头发来无要给他什么 尋找动人全员 编织美丽同跨 星岛青山小姐选美 现在接受报名 優胜者可获3000元奖学金 星岛日报 娱乐头版加力可能就是你 我们参加了星岛青山小姐选举 认知了很多好朋友 增加了自信心和舞台经验 锻炼了仪态和谈吐 参与了不同的社区活动 回馈社会 欢迎你们也来参加 星岛TV 星电视 App 是全美最大 自信最快的华人媒体手机平台 App 星电视新闻 粤语和国语电台直播 还有其他受欢迎的节目 例如总编辑时间 时事观察等 星岛一站式服务平台都在里面 星电视 App 方便又快捷 快点下载知道更多资讯 新闻时间 一年一度的三藩市 套年农历新年花车大巡游 将于本周末在市中心举行 主办方表示 今年发生的多喜亚瑞社区窗击案 令今年的巡游除了庆祝之外 还多了哀悼 社区的共同团聚可以用爱治疗仇恨 主办方又表示 预计将有100万人前来观看 今年的巡游大使 是在三藩市土生土长的亚裔演员丁瑞奇 三藩市农历新年大巡游 是世界十大巡游之一 北美少数的夜间巡游之一 和亚洲以外全世界最大的农历新年巡游 另外 比喻为空中女王的波音747客机正式停产 该机营在过去50年 占据全球大半个航空市场 特別是跨太平洋的旅程 几乎全都由747包办 近年来 其他高效率 双引擎客机取代波音747 导致该机营宣布正式停产 最后一架波音747飞机 今日已经交货美国Atlas Air 宣告空中女王时代的正式结束 另一方面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访问韩国 和韩国总统韵石月会面 韵石月表示 在朝鲜核威胁不断加剧下 希望韩美开展商讨 推出强而有力 消除韩国国民担忧的韩美延伸威胁记制 奥斯丁形容韩美同盟是东北亚安全的核心 同盟的力量比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奥斯丁到访之際 在首尼战争纪念馆前 在韩国民间团体举行集会 呼吁废除延伸威胁的政策 奥斯丁夜晚离开韩国 转往菲律宾访问 两方面 IMF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提到 去年全球经济增长3.4% 今年增长2.9% 两者比去年10月的预测 调高0.2个百分点 组织又认为全球整体通胀 似乎去年第三季已经见顶 预计大约84%的国家 今年整体通胀低于去年 美国近日联同日本等国 加强限制对华晶片技术出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古兰沙说 正在关注半导体贸易的限制 对环球经济的影响 但强调 产业回流不会增强经济动力 反而可能损害各国自身的经济 去年通货膨胀高企 快餐年佐店麦当劳 在第四季推出成人开心乐园餐 包括由街头品牌Cactus Plant Fear Market设计的限量版玩具 令到10月的销售额满增 在促销活动的前4日 成人开心乐园餐 随餐附送的玩具 有一半款式兽源 麦当劳今日表示 10月至12月期间 全球销售额增长12.6% 超出华尔加预期的8.8%增长 另一方面 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座警察施司内的清真子 昨日受自杀式炸弹襲击 增至100人死亡 包括最少27名警员 另外有225人受伤 部分人毅台 国际社会谴责事件 联合国秘书长古德雷斯批评 在进行宗教礼拜的场所施集 令人心感痛绝 强调宗教信仰自由是基本人权 另外 巴基斯坦西北部一批私生 星期日坐船旅行 船隻翻沉 造成51人死亡 5人生还 1人失踪 警方指 涉事船隻只能载有25人 但在意外發生时 船上一共有57人 確認嚴重超载 法国多国工会继1月19日之後 今日再爆發全国跨行业的大罢工 包括反对政府的退休计划 以及将退休年龄由62岁提高至64岁 参与的包括公共交通机构雇员、教师等 法国高速列车只有三分一班次维持运作 巴黎地铁服务亦缩减 教育部表示 有四分一教师没有上班 工会预计全国会有250场示威 有超过100万人参加 警方动员1.1万警力戒备 另一方面 天文学家 去年3月2日 在美国巴洛马天文台 透过监测器 首度发现卫星C2022E3GTF 估计它上一次飞过地球是5万年前 这一伙卫星有绿色的维发黄色的尘埃尾 和微弱的尼紫尾 维发独特的翡翠绿色反映科学成分 是维份内的碳基分子 在日光照射下呈现的结果 卫星今年1月12日通过近日点后 亮度预期升高 被天文爱好者拍到 今晚和明天将会最接近地球 以上就是今晚的所有新闻内容 多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有个预费的夜晚 我们明晚再见